各位 昨天我做了一條影片 不過好可惜 沒聲音 不知為何軟件沒有收到我的聲音 所以放了出來也沒用 大家不知道我想說什麼 因此我重新再做歌 主要昨天那條影片解釋兩件事 為何前日和昨天做好小片 原因是前天我們長者節開始為期一個禮拜 因此有很多活動 我在上午幫了一個第三齡大學做一些事 下午又去了另一個場地 為了另一個第三齡大學做一些事 所以全天出去了 晚上回來之後 居居出去吃飯 沒有在家裡吃飯 所以就沒有時間做片 所以只是匆匆做了一條就放了上網 昨天這就是我的身體問題 就是每一次就是 昨天有一些興奮事 第二天都會精神不太好 所以沒什麼心機 所以就沒有做什麼片 不知不知道就想說一說 現在世界上的一些事情 另外也跟大家說 我會打算和余讀在一起 跟大家詳細讀金平梅 大家不用以為我們真的讀鹹書 我們主要是會把這本奇書 奇就是奇怪的奇書 跟大家講解清楚 這本不是一本色情的書 色情部分是一個很小的部分 大約5%左右 這5%我們應該會跳過 我們希望會成為網上比較詳細介紹 金平梅的一套視頻 整本需要有一百集一百回 所以到底我們用一百集做 還是多些 我們一直做下去才決定 然後回到昨天主要的話題 主要的話題想和大家講一講 現在在歐洲方面發生的事 第一件事跟大家講 就是在法國這邊 法國有非常大型的遊行 現在在播放已經是20多秒 但不要緊 我們只需要知道 在法國那邊有大型的遊行 主要抗議什麼呢? 抗議就是物價上升 以及政府的退一金改革方案 這是法國那邊 暫時是德國沒有問題 然後另一個就是英國那邊 英國就一樣 現在大家看到有些人出來遊行 這些人用的是時代革命 現在是江復蘇格蘭、威爾士 即是威爾士 以及斯克蘭那邊 有人出來 遊行抗議 現在大家看到 看不到英國的米志旗 現在看到這個應該是威爾斯旗 藍色的 稍後大家會看到 會有另一批人出來遊行 我跳過來就在這裏 大家留意 這裏是紅色的 一樣見不到米志旗 我們知道英國有兩個地區 亦是因為物價高漲 以及政策關係 現在在示威遊行 我會覺得這裏是什麽示威 現在來說是失失碎 不會影響他們的政治格局 原因是因為 只要他們的政府仍然可以操縱軍隊 武裝力量支持政府 就不會出事 所以現在為時尚早 至於再過兩個月 天氣非常寒冷 人民就抵受不了機寒交逼情況下 引致更加大型的示威 然後會否發展成一個武裝衝突 這個我們要事後先看 當然希望是沒有 但如果有的話 那些政府就有大問題 但現在的民選政府 能否繼續執政下去 我們就拭目以待 不知道了 除了現在我們看到 歐洲那邊 示威是有 但未成氣候 另外第二件重要的事發生 就是 在歐洲那邊有兩個大銀行 是出事的 這兩個銀行就是 Credit Suisse 和 Deutsche Bank Credit Suisse是瑞士的信貸銀行 另外德爾茲銀行 這兩個都是大銀行 他們會否大到 不可以失敗呢 可不可以大到不倒 這兩個銀行加上資產 大約是2萬億美元 2 trillion 2萬億美元 是三倍於2008年時的 雷曼兄弟的銀行 因此 如果這兩個銀行 產生有什麼問題的話 所以造成金融風波 會比起雷曼兄弟時 最少是三倍 但肯定是大過三倍 因為這些資產越大的銀行 倒閉 那個所造成連打效應越大 如果2008年金融危機 是這麼大的 這次大家可以預期 金融危機 最少三倍或以上 2008年9月15日 這個雷曼兄弟的銀行 就認為是大到不可以讓它倒閉 雖然是申請破產 但我們看到美國政府 出手舊金融 當時這間銀行有 6390億的資產 有6190億的負債 換句話說 資產應越可以抵償負債 所以雖然這麼大風暴 都可以解決 而現在的Credit Suzy 和Durch Bank 是否這樣的情況 先看看他們的情況 現在這兩個機構 白色的是Credit Suzy 紅色的是Durch Bank 兩個銀行在過去 由2007年左右 一直到現在的股價變化 對不起2009年 我們發現它從最頂到今天為止 是不見了大約90%的股價 即是說銀行本身根據融資計算 只剩下10% 不見了90%的股價 這反映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兩個銀行的資產 在縮水 縮水得很厲害 另外要看一個叫做 Credit Default Swap CDS CDS主要是用來給投資者 用來對沖 譬如我買一個資產 我為了怕我這個資產有什麼事 會崩潰的話 我可以買保險 買個CDS 保住 如果我這個資產真的虧 我起碼在CDS那邊 對沖那邊可以收回一些東西 這就是CDS 這裏顯示Credit Suzy的CDS 最高一點 有一條紅線打橫 最高一點 就是2008年 在全世界金融危機時 當時Credit Suzy的CDS 今天已經非常接近2008年時的情況 換句話說 很多人拿著Credit Suzy資產 譬如股票之類 就在做非常大的對沖 希望就算這個資產倒閉 我們都可以在對沖方面收回一些 這個就是 從這個看到 市場上對Credit Suzy的信心 就一個大的打擊 如果大家認為這個資產沒有問題 我根本就不需要買這麼重的對沖 現在對沖很大 這就解釋了對沖是什麼 問題是 在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說 這個代表什麼呢 如果銀行不能夠支付他們的貸款 債務 就會變成沒有辦法運行 即是要破產 一破產之後 他們就會被迫讓他們的資產售賣 當這些資產售賣的時候 要有其他銀行去接 你賣東西 你賣了東西出去 別人想賣東西 沒有人買 你唯有將它降價 資產也有很多其他銀行握在手 當你這樣賣的時候 也會引起其他銀行手上的資產 因為賣而貶值 因此就會有一個骨牌效應 如果這個骨牌效應一發生 這些資產的槓桿就會去槓桿 一去槓桿的時候 資產值就會大幅度下降 導致其他的市場和地區 都會產生類似的連鎖反應 我們在雷馬兄弟的時候已經見過 當然對於德國政府來說 很大機會德國政府會出手救 先看看他們的資產有多少 這裡有一個表 兩個桿出來 排第八那個德國銀行 德爾茲銀行 他的資產有15,057億多 然後排第十七那個 就是我們說的Credit Schultz 它是8,291億美元 這是他們的資產用美元計算 因此如果這兩個銀行出問題 大家想像一下 這個超過了2萬億的資產出現問題 這2萬億所造成的去槓桿和連鎖反應 將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什麼時候會發生 會不會發生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 亦都有一個非常大的機會 這是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金融市場現在有兩個大炸彈在這 這兩個大炸彈問題會不會爆 還有幾時爆 而我們都知道近期 中國政府已經通知 中國的國有銀行 準時準備以很快的速度 將手上的外匯放出去 為甚麼這樣做 很多原因 是不是他們已經看到 有機會在中國以外的金融市場 會出現大問題 因此要拋售我們不知道 第二 會不會是因為 人民幣一直對美元之旅在貶值 想拉回人民幣 不要讓它再貶下去 因此要救人民幣 而放出外國外匯 我們都不清楚 但這方面也形成 另一個可謂計時炸彈放在這裏 如果這兩家銀行 Credit Susi和Durch Bank出現問題 金融方面有一個大的波動 中國銀行手上拿著的外匯 對這個波動會產生甚麼影響 現在沒有人知道 因為中國手上拿著的外匯 大約有三萬億左右 這三萬億如何使用 沒有人知道 到時這三萬億放出來 可否救得住這兩萬億的杠桿 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 我們要看很多各種因素 包括政治因素、經濟因素 因為天氣很明顯 會影響到歐洲方面人民的生活 人民生活會影響到歐洲方面的工業 我相信今個冬天 歐洲方面的工業會大規模地退縮 大規模地退縮 自然會引致大量的人失業 這引致的連鎖反應如何 現在趕上來為時尚早 不過情況也不容樂觀 這就是我昨天做過視頻的內容 現在我重新放出來 請大家原諒我昨天一下不小心 原來是沒有聲音的 希望大家如果喜歡的視頻 就廣傳開去 因為這兩天我視頻做得少一點 所以希望大家多點光傳 補數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